哈囉,今天我們要介紹蠟筆先生的浴室彩繪蠟筆 這個彩繪蠟筆啊,它是可以在那個浴室裡面使用的喔 來,我們看看 哇,這裡面有好多顏色喔 還有我的友誼 後底專友誼,來,我們先坐下來 看看喔,看看他寫了什麼 他後面有蠟筆家族耶 然後每個顏色都有一個人物喔 好,他有一個清洗說明 塗畫於瓷磚或光滑材質表面時 用海綿輕擦拭或清水清洗即可喔 然後如果畫到衣植的話 用一般洗涤房子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打開來看看吧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黃色小鴨 一個蠟筆多色喔 然後還有一塊布 好,來,我看看這個怎麼用出來 這個 這個是直接推耶,它這個直接用推的 這個筆直接用推的 這個筆直接用推的 壓著,然後之後就往上推就可以了喔 它會固定卡住 好,來,這個筆給你 我要這個 好,好像這個筆,這給你 來,我們畫畫看 爸爸,我剛剛已經畫畫面一點喔 爸爸,我剛剛已經畫畫面一點喔 畫一個太陽,你看看 蘋果 爸爸,我畫一個蘋果 蘋果 蘋果 好,我再畫太陽 看得出來嗎?顏色喔 有點淡 我畫一個深顏色的喔 藍色,畫一個小魚 來 三角形 好,我再畫一個 好,我再畫一個 這要畫什麼 畫一個劇 等一下,綠色這邊 這跟我不像 但是,這個喔 青青縫還不會掉喔 但是我們用布擦一下 但是我們用布擦一下 哇,就很乾淨喔 乾乾淨淨的 這個壓壓當作一個 會 這個飯盒 然後壓著它邊 喔,被我擦到 好 好 這樣我都會壓一壓 再給它一個眼睛好了 再給它一個眼睛好了 這就吃不像了 好 畫一下 不小心畫到皮膚也回來 畫到皮膚也回來 彩虹 來,吃寶寶 我們用布擦一下 沾一點水 好 咻 你看,金金一過就掉囉 所以這個是 很好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玩具 它基本上就是 不容易黏在衣服上 用在皮膚上也很容易起 畫一隻貓咪 看媽媽 看媽媽 寶寶你看 你進幾點 你看旁邊 這樣有嗎 有 好,開始人體彩胃 好 好 好 拔拔鼻子 這個是洗的掉了 所以我不擔心 這個也蠻適合玩那種 就是懲罰遊戲的時候 它的掉又無傷打牙 嗯 嗯 好漂亮喔 我被玩懲罰遊戲了 吃寶,我來幫你畫一個 超級懲罰 我跟你講 小太陽 超好笑的 好,來 幫你畫一個小太陽 太陽之子 太陽之子 來啊,畫眼睛 畫一個眉毛 畫一個眉毛 人通 人通 太陽之子 沒有 太陽之子 太陽之子 我會畫它 捧著我 嘿嘿 哦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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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怎樣 好,罵我 怎樣 我不要 欸,不能就你漂漂亮 怎樣好不好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我幫你看 爸爸,爸爸 不行,不行 爸爸,爸爸 快點,快點,快點 好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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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